我個人覺得實際上是很好的 因為前一陣子大家都有一些傳聞 那麼韓國瑜的競選總部要成立了 所有的人員要到位了 那我覺得都是一件 大家願意出來幫忙打拼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事 那國民黨不分區偏民意 那朱立委員說外界的罵聲連篇 那怎麼看不分區的名單呢 我覺得那當然有兩個角度看 第一個角度就是的確人民隊 有一些名單上面的人不是很滿意 那我覺得這些人如果覺得說 他在這上面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的話 我覺得他也可以自己選擇 像范城蓮 中常委 他選擇退出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我覺得這個最好 那麼第二個部分我就覺得說 國民黨畢竟還經過中央委員的投票 他有一個民主的程序 那民進黨完全沒有民主的程序 自己閉門召居關起門來分章 我覺得中間還是有差別的 好 那在這個不分區名單中 那大家對於黃復興黨部推薦的軍席立委吳思懷 那有些質疑的聲浪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要請吳思懷 他自己去看所有的外界的這個觀感跟評論 然後自己要做個決定 那請問一下 那在謝龍街在不分區立委從12名變15名啊 那也就是變成吳敦義的保護的榜次 那怎麼評論呢 我覺得不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嘛 因為這個部分區的名單排的順序啊 在吳敦義的前面還在吳敦義的後面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標準 排的名次我覺得應該看這個審查小組是怎麼排的 我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相信說 這個名單是由吳敦義來決定順序 那想請問一下 那媒體民調顯示國民黨政黨支持度下降6個百分點 那首度支持給民進黨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還是因為不分區名單的關係 所以我們國民黨自己在這個階段 一定要想出一些去修正的方式 我一直覺得說還沒有到真正報名之前的時間 那這名單的調整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性 那我也希望真的覺得不太私人的人 或者在民意上大家都很反對的人 我覺得他應該要之所進退 好 那想請問一下 那陳水扁昨天有說 那當初國民黨有不會輸的朱立倫 那卻不提名 那反而去用一個郭台銘跟韓國瑜量身 達到一個初權的規則 那才延伸出現在的亂象啊 那認為國民黨把贏局變成輸局 那現在吳敦義要負最大的責任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陳水扁現在往往都會想要塑造一個新的形象 但是我還是要聽醒大家 他是貪污的總統把外就醫害怕怕燥 不肯被關回去 那麼蔡英文也不敢把他關回去 他講的話聽聽就好 好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最近有網友說你是個蠻適合當行政院院長的人選 那你怎麼看呢 現在真的就是團結 韓國瑜現在還在苦戰 大家都團結 我跟韓國瑜講過 我無所求 我們就是要團結幫他打贏這場選舉 那我也更希望政治人物要有誠信 就是說 就是說在以前過去所講的話必須要有誠信 我這兩個字要用在蔡英文的身上 蔡英文你最近到底說了多少謊話 你說的謊話騙人 那你又違反了政治人物的誠信 我覺得這個誠信最主要是用來檢視民進黨的 國民黨現在目前在服選韓國瑜許多的朋友 大家都是全心全意要幫他打贏這個選舉 跟他都沒有開過口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一個民主的精神